好 诸位法师 诸位邻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请合掌 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极开经济 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 请关中间的灯 中间的就可以了 好 各位邻友 大家晚安 刚才颁发给所有的劳苦功高的 这些干部 不管是长期短期的护持人员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身为商业经社的主持 我很了解 找成就一个道场是要众援合合的 套一句我母亲所说的话 钱不是万能 没钱万万不能 这个社会呢 我们需要很多的福德资粮 才能够做利益众生的事 所以不管他点滴出多少 其实他的心是才能够成就 这个庄严的道场 而且静明佛学社呢 历任经过非常非常多 在家的主席努力 也经过很多的高僧大德 还做过这边的引导师 所以我们坐在这里 包含我自己 我们也要生一份感恩的心 因为没有钱人众数 我们后人是不可能成良的 同样的在家出家都应该同共发心 这是我今天想勉励大家的话 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讲 同共发心 你看到台湾佛教 以及东南亚的佛教很兴盛 不是靠一个人 光靠一个人没有办法 要靠在家出家七众弟子 同共发心 发了心以后也会有考验的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做事不一样 就在一个有制度 有组织 大家放下你的私心 心平气和的沟通 去学习 这样子你才不会 永不退心 同共发心 出自于地藏经 永不退心 出自于华言经 这两句话 是我想今天供养主席跟所有干部的话 这样子你才能会让正法成注释 而在座的所有的每一位佛友 你也都很重要 有时候佛友会觉得 哎呀没关系啦 佛教少我一个没关系 少你一个差很多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所以谢谢你 在百忙当中也抽空来 好今天请看正文 昨天教各位观 这个十方一切众生 是按照自己的自力去观察 自力 也就是说 我们修持有靠福利 法利跟自力 昨天有讲过 今天我要教各位观大悲观世音菩萨 请专心听 请看 先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 先用听的 OK 不在讲义里面 用听比较重要 观想自己坐在莲花 莲花代表菩萨的六度万恨之音 接下来 观世音菩萨 像千江游水千江月一样 你提醒他 他一定知道你 所以你必须在自己的力量当中去努力 可是你会发现 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心很散乱 我们的心也为了很多世俗的东西而干扰 所以有的心的力量很弱 所以你要仰仗佛力 所以今天教的是观大悲观音菩萨 假如你观新加坡的榴莲 你们有两颗榴莲 很大的体育场 你观那个没有功德 为什么 他只是建筑物 你观一个柱子也没有功德 因为他没有意识 可是观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圣者 过去无量节已经成佛 所以你想念观世音菩萨 会是升起功德的 我看过很多老菩萨都会念佛 不管你念观世音菩萨或念阿弥陀佛 念的时候呢 他冲中匆匆忙的念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快一点 一千声要念完 快点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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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观音菩萨 我回向完了 其实你从开始的时候 你的心很乱 你在念的时候 你的心也很乱 你连结束的时候 心都很乱 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当然 你嘴巴总比骂人好 对不对 你的确念观世音菩萨 不过这样的观世音菩萨的念法 心太散乱了 今天我教你一个方法 待会不要拿念珠 用心想观世音菩萨 不要念佛 也不用念咒 听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你用心去想观音菩萨 就像你想你的爸爸妈妈 不管他在世跟不在世 你想他的时候 一定有形象 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 想到我的母亲 她人在台湾 她穿着衣服 她长得相貌 她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所以在观想里面 一定有图片 颜色跟影像 其实各位每一个人 你都会观想 只是你不察觉 还有你没有练习 比方说当你奖金完的时候 你出门 你们都会记得向右转 为什么 因为呢 MRT在右边 可能有些连友向左转 因为他要搭公车 是在左手边 所以向右转向左转 你也有你的记忆 对不对 要过几条街 向左转向右转 你都有记忆 搭上了MRT 你也知道在哪一站要下车 可能有些人呢 还到Chinatown下车 有人到呢 圣港下车 对不对 你一定有记忆 所以有图片 有颜色 有影像 其实这个就是观想 但是现在叫你反过来 想观世音菩萨 请看幻灯片 事实上 严格说 观世音菩萨 是没有固定的形象 这张就是新加坡 佛牙寺 东密造型 木雕的六臂如意灵观音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就流眼泪了 我曾经呢 多年前 带我的朋友跟学生来这里 礼佛参观 我也在这边 供花跟供灯 所以 观世音菩萨 是非常庄严的 为什么你看到 因为它是清静庄严 累结修 累结修的 大悲怨心的功德 再看下一张 这是我念 大悲神咒 或是圣十一面观音咒 我观想的这一张 因为这张是 显教跟密教的结合 它非常的庄严 上面呢 有阿弥陀佛 还有观音菩萨 捧的日跟月 对不对 还有很多法器 当然我也说笑话说 假如现代调观世音菩萨 可能应该多调两个 一个呢 右手拿mobile phone 左手拿computer 这样才能度现代的众生呢 它是symbolism 就是象征主义 这是代表中国的 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所以观音菩萨 也是多生多吉的 在学习的 否则 它在普门品怎么讲 世多千亿佛 发大清静愿 观音菩萨 亲近过 亲一尊的佛 你看他有亲近过 这么多的老师 他也发过广大的愿力 好 那观想 是让你调服 你心的方法 看这一张 昨天给各位看过 假如我们是一个 出家人 或是在家居 是一个佛弟子 当你心盘坐的时候呢 禅修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妄念出现 你可能想到花 想到 哎呀 修行这么辛苦 然后呢 哎呀 腿酸了 我要呢 躺下来 坐一下 多好 你看 你都会有这些念头生起 答案就是正常的 今天有一个脸友问我 师父 我用功念谱 先行愿品 发愿去朝圣 结果我圣地回来 非常高兴 可是我发现 我脾气越来越大 甚至对很多东西 越来越计较 答案是真的 因为你真正用功 才会这样 举一个例子 像花园里 你现在有一块花谱 买了玫瑰花的种子 来种在泥土里 一种的时候 你浇水 给它阳光水分 你知道刚开始 长的是什么吗 不是玫瑰花 是泥土里面的杂草 那杂草起来 你要拿智慧的剪刀 把它剪掉 然后呢 再继续 施肥 再继续 阳光水分 接下来 它长的呢 玫瑰花的种子 才会吸收养分 而长到非常漂亮的玫瑰花 那这个玫瑰花 你可以送情人 做情人节 也可以送爸爸妈妈 做感恩节 同样的玫瑰花 你也可以拿到佛堂 来供大悲观世音菩萨 供养三宝 所以不同的功德 有不同的效果 那现在用这个碧玉 注意听 你的甜 就代表你的心 这杂草 代表你的恶念 与妄念 所以当用功的一段时间 你妄念会特别多 不要害怕 这是正常的 但是你要有智慧的剪刀 把它剪掉 什么是智慧的剪刀呢 只有一句话 英文叫 Just carry on 就是继续不放弃的用功 用功的三年 五年 七年 十年 你杂草就会剪掉 很惭愧的说 不要说过去事 就我这一生 从我在家居室 做老师开始 听闻佛法 我也用功了二十五年 所以 是不是不是炫耀的心 我只是告诉你 我根性不是很好 但我很认真 也很努力 所以我也要用功二十五年 那你呢 更应该用功 所以 当我们的 杂草没有除的时候 就像这张幻灯片 我们会妄念纷飞 再看 刚开始的心 请背起来 会上万马崩腾的瀑布 贪嗔痴 这是我拍的九寨沟图片 接下来慢慢用功 瀑布就会变成河流 你的贪嗔痴一定会减少 一定会减少 你只要有用功 它一定会改变 但是要有耐性跟长远心 很多的佛友都跟我说 师父啊 我就为我的家人超度了啊 师父我也做了功德啊 怎么没有改变 答案是有改变 要有耐性 我看过中国很多 中国各个宗派的高僧传里面 最聪明的也要十年跟十五年 而会开悟的 中等更新的呢 大概要二十年到三十年 前几天我有讲 一个老太婆 她完全不是字 师父教她认字 一个一个字 佛说阿弥陀经 她只会念阿弥陀经 连普门品跟大悲餐 她都不会 但她一辈子念了 三十万遍阿弥陀经 上辈往生极乐世界啊 当然假如你能够多听闻佛法 又能读书很好 没有读书也没有关系 你有佛性 你的心愿去学佛法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你会慢慢向 平原上流动的河流 接下来再看 就会像真正无波的大海 或湖泊 假如你能够修到这样的话 听好 过去现在与未来 就会在你的梦中 或禅定之中 你就会看到 就像看到自己的录影带一样 我可以告诉你 我知道我过去世 以前我并不知道 但慢慢修行 你就会知道 知道了也没有什么 对不对 我过去世也是从人来投胎的 我过去是很多事也是法师 对不对 我昨天说笑话 我们在六道轮回来投胎的 有些人是从猴子来投胎的 所以就是猴性难改 有人跑步很快 可能过去是豹 或是老虎 或狮子来投胎的 有些人他学游泳很快 对不对 可能是海豚来投胎的 当然我们都有六道轮回来投胎 所以你不调伏你的心是很难的 好 请看幻灯片 我们口口声声说 大悲观音法门很殊胜 那到底观音菩萨有没有出现过呢 答案是有 现在的众生眼见为凭 请看1959年 台湾观世音菩萨曾经亲自显灵过 那时候台湾发生了不幸八七水灾 大渡西全部台湾呢 非常的多国土都是洪水 可是台湾佛教道教民间宗教一贯道 全部念南魔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观世音菩萨就出现了 当时因为台湾跟日本还有建交 所以日本就有空军的飞机 做巡逻保护我们台湾 那一个空军的这个飞机的飞行员呢 看到了一片黑雾 其实他不知道什么 但是飞机上都有摄影机 他就按下去 咔嚓咔嚓咔嚓拍起来 然后回到美国的时候 一起来 原来就是洋之净水的 大悲观世音菩萨 奇隆观音 所以这张在早期 1960年到1980年到1990年代 台湾呢 所有的寺庙 很多地方都供养过这张观世音菩萨 当然现在不流通了 可是呢 这是原版黑白照片 再看 后来的人用彩色帮他画的 奇隆观音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龙呢 答案是有 但是你不一定看得到 因为你跟他没有缘 龙 梵文叫 Narga 龙其实也是出生到 但是这里的龙呢 是他被观音菩萨调伏 而发愿 载着观世音菩萨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而来广度众生的 接下来再看 后来也有人画的 现代版奇隆观音 好 接下来再看下一张 第十七世 大宝法王 我的老师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这一世的他 跟华人缘很深 他也亲笔 在一届沐浴 而为华人画了这幅 奇隆观音 拿着羊之尽水 所以你想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一定想你 你不要怀疑 因为观音菩萨是圣者 有时候老菩萨会说 师父啊 全世界人这么多 每个人都跟观音菩萨 吹吹念吹吹念 吹吹念 那声音这么吵 观音菩萨会听到吗 请看下面 我回答你 千江有水 千江月 观音菩萨就像天上的月亮 月亮 我们呢 所有的众生 就像大海里 云云的众生 各种的鱼 各种的众生 观音菩萨 的确是可以听到 所有众生的奇景 你不要去怀疑 因为观音菩萨是成佛了 他是个圣人 他的功德是 广大如虚空 深测如大海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见不到观音菩萨 实际上当你念观音菩萨 待会我会带你 听佛号 想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会出现在 静明佛学社 但很多人不一定立刻看得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心中的污垢太多 就像现在看幻灯片 像波涛汹涌的海浪一样 海浪很多啊 你是看不到月影的 你必须要学禅定 看下一张 当月亮反射的时候 你的心宁静的时候 心静如止水的时候 在清静心当中 你就会见到观音菩萨 有些人会在梦中见到 有人是在禅定中见到 这不是迷信 这是真的 大家有因缘果 一 你虔诚恭敬心 你的自力 二 念大悲观音菩萨的圣号或咒力 这个是法力 第三 你要仰仗佛菩萨的佛力 这三个力量出现了 他才会见到观音菩萨 就像看第三张 月亮当他进入海水的时候 对不对 太阳下山 月亮就出现了 月亮照着天地针循转 但他进入海水 海平面那一刹那 你就会发现 天上的月亮 跟水里的月亮 是融成一变的 表示我们的心与大悲心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心 与我们自信的观音 是相结合的 所以不要怀疑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背挺直 身体放松 我会放 刚才我放的 南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是由台湾一碗居士 按照韩国禅宗 敲钟骨的方法听 所以 我背挺直 现在请坐 身体放松 眼睛不要全闭 你不用拿念珠 你用心 想观音菩萨 就像想妈妈一样 你可以看幻灯片 耳朵注意听 听南摩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这样放松 静坐一下 这是呢 今天的教法 再讲一遍 心想观音菩萨 你不用动嘴巴 你就心 真的想 心的力量比较大 就像你想妈妈一样 大师之念佛 原通将讲 义佛念佛 今天教你的是义佛 嘴巴不要动 你心里可以念 但是耳朵听大悲观世音菩萨 想的时候注意听 不要想小小尊的 想大概两三层楼这么高 这样你才会升起广大的大悲愿力 好 背挺直 身体放松 想想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 就像太阳一样 万丈光芒的照着整个法界 眼睛不要全闭 耳朵注意听 心里想观世音菩萨 难无关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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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某管事亦不再难 某管事亦不再 难某管事亦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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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款式饮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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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菩萨 难无管是饮菩萨 饮菩萨 难无管是饮菩萨 好 结束了 眼睛轻轻地动一动 手轻轻地动一动 怎么样 感觉如何 很庄严吧 为什么呢 请看师傅 我们的心从早到晚 从无量节轮回来 生生世世都绷得很紧 我们从出生 工作 结婚 成家 买房子 养小孩 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 所以我们的心绷得非常非常紧 看看看看 快要很紧的时候 啪嚓 就会断掉的 我们在无量节里面 从来没有让我们的心宁静过 这就是我们痛苦最大的原因 要放松心并不容易 今天就像你 老菩萨 从年轻一直做 做 做 做到六十五岁 新加坡的Auntie Uncle 还要做 突然叫你不要做 你觉得很无聊 你会闷的发慌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觉得 生命没有事情做 你觉得很可怕 那是因为你心中没有佛法 假如你心中有佛法的话 从早到晚 每一分秒 每一分每一秒 你都会过得很有意义的 所以一般人 我们下了班 都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要做很多的事 当然传统的历代高僧 就要鼓励你念佛 要念一万遍 三千遍 三万遍 或五万遍 很好 那是在数字上 让你不要空过一身 就像我也公开 鼓励你念过三千遍 到五千遍的普贤行愿品 但注意听 当你认真用功以后 你开始要提升的是 你的品质 所谓提升的品质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念了一圈 一百零八升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或者六字大悲咒 跟人家念的效果 有没有不一样 你应该很专心的念 所以用心的观想 不要这么急 不要匆匆忙忙的 只是把它当成一副功课 应付完了 好我今天就做完了 事实上你的心 从来没有宁静过 因为心没有宁静过 所以你的习气很难改 你的烦恼还是很赤胜 面对了境界来的时候呢 你还是没有大悲怨心或智慧去转动它 所以调伏心 这是一个方法 师父给各位建议 下次回来以后 做工回来 很辛苦 可以先冲个凉 吃个冰淇淋也没关系 吃一碗面 或是吃碗素面 或是素肉骨茶面都好 吃完了以后 坐着也可以 你要躺在床上 也可以 但不要睡着 就听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想妈妈这样去想 当然你坐着的效果会比较好 因为坐着呢 你的念头会比较正 躺下来 有时候太舒服 你可能就睡着了 也没有关系 那表示你一天太累了 假如你真的很累 那就先睡觉吧 不要呢 晚上很累的时候 还要念功课 其实师父给你个建议 换个方式 晚上累了 就先睡觉 明天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 在家居室 不用像丛林一样 一定要早上四点钟 晚上五点钟 固定时间做早晚课 现在已经不是丛林的时代 任何时间都可以做早晚课 重点是你的心 要很清净 念力要很虔诚 这个方法很好 有时候我自己很累很累了 我也就坐着 就放南无大悲观摄音菩萨 或六字大明咒的佛号 坐着 这个叫做义佛 我再讲一遍 做个总结 先念佛号也可以 再来义佛 最后呢 看自己的念头 你有自信的大悲心 你也是未来的大悲观摄音菩萨 不过现在这样讲 表示你不是佛 为什么呢 你还是很苦恼 有过去业余烦恼的身 你现在还是新加坡的人 可是你这个肉身 虽然是新加坡人 可是你的心中啊 法身会命的功德 一直在累积界定会 当有一天生命断的时候 你就会莲花化身 坐在大宝莲花里 那个时候就恭喜你 你不用受轮回的痛苦 而是呢 菩萨的身 这是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努力的 好 请开中间的灯 然后我们今天请继续看 明天我还会再练习这一次 南无大悲观摄音菩萨 请各位翻开九十四页讲义 九十四页第二十二行 丁五 文此经不退 昨天还没有讲完 讲了一个段落 昨天告诉各位忍辱的定义 好 请看忍辱的定义 钢波巴大师讲忍辱是这个心不激动 不愤怒 不伤害任何的人 也不执着 注意听 我叫工作人员准备 待会我会解释什么叫不执着 这种心境叫忍辱 有三种 请看幻灯片 我放起来 你要抄的话可以抄 第一个 对于他人加给予我自己的侵害 心没有挂忌的要接受 所以忍辱的第一个 你要先接受 英文讲acceptance 要接受你今生所碰到的一切人事物 举个例子 佛经强讲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若问来世果 现世作者是 就假如我要问我过去生我修的如何 就看我今生你现在碰到的人事物 有些人一出生他就很有富贵的人家 一切都很顺利 那是你因为前世修 不失持戒忍辱的功德 有些人一出生 他呢 命很苦 那是呢 你因为过去造的恶业还没参处 所以 你今生所碰到的一切人事物 其实是你过去式的 因缘果报 那因缘果报 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它像河流一样 从上游 游到中游 游到下游 那就看你今生怎么修 假如你今生 还是呢 愿意改变 然后今生你愿意努力 那你来一生也会幸福 不用等到来一生 你慢慢慢慢的一年两年三年 如理如法的按照佛法去努力 你的确生命会改变的 所以 若问来世果 现世作者是 我希望我未来是如何 那就问你现在种什么因 举一个例子 有人很喜欢种医药不失 你注意看 有很多的中医生 心很好的中医生 他常常用医药去救别人 就算这个人家 他是很苦的 没有钱的 但是医生总是救人的命为主 医他的病为主 所以有些他会做贫苦的医药不失 那你就会发现 医生相貌都很壮严 还有医生病苦都很少 我就曾经认识一个 台湾有一位中立的 圆光佛学院的护法居士 他相貌非常的庄严 就跟华平一样很庄严 他这一生很少生病 我甚至问过他 因为以前 我在圆光佛学院教书的时候 很辛苦 有时候他一诊免费 我就请他帮我看 我就问他 某某居士 你这辈子有生过病吗 他说师父啊 我从头胎到现在 大概生病没有超过十次 我吓了一跳 为什么 他都种医药不失 救了很多苦难的人 甚至有些人他很苦 家里没有钱 他一样还是一个 宅心仁厚的医生 不像现在 很多人都卖黑心肝的药 对不对 你看心不同 果报就不一样 第二个 遇到老师 我就是老师 老师呢得到什么 聪明 辩才无碍的果报 不然 哪一个要试试看 明天上来讲 显密圆容观音法门 换你讲讲看 你要去种那个音 所以大部分的老师 因为每天都在教学生 当然也有坏老师 不过大部分都是好老师 老师每天苦口婆心的教学生 所以大部分都得到聪明智慧的果报 第三 就是你肯不失 就会得到大富大贵的果报 第一个 医生 会得到健康长寿 医生跟护士 第二 老师得到聪明智慧的果报 第三 对不对 才不失 大富大贵的果报 所以佛陀在大制度论讲 佛陀这三种布施 他都圆满 所以佛陀跟观世音菩萨 向好庄严 所以你今生的命 其实要靠你自己去重 好 现在看幻灯片第一 就对于别人对我们的侵害 有两个解释 是第一个 我们过去伤害过别人 比如说你会发现 我去老板的地方 公司老板 我明明做对 老板就很喜欢骂我 为什么 因为你以前当老板 也是有理跟无理 就乱乱骂人家 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就是 我没有做错 可是很奇怪 我碰到同事呢 都不喜欢我 那也是你的业力 没有串处 所以人不会无理无 无缘无故的被人家骂 乃至于你走在路上 一个人对你很微笑 你没有神通 其实他过去也跟你结过缘 一个人看到你 瞪你一下 叉叉叉三个字 其实你过去讲过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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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对 你因为没有神通 你不知道过去是 假如你真的修到有神通 像阿王汉 你看到录影带啊 你就会吓一条 我举一个例子 安氏高大师 他是中国很了不起的高僧 他已经是证悟圣人的人 但是他还是逃不过自己的杀业 专心听哈 我脑筋有很多很多故事 我有看到八点四十五分的 OK 注意听 安氏高大师 他是一代高僧 也翻译了经论 可是有一天呢 他就告诉他的徒弟说 过三天以后 为师的会被一个扁担的人打死 我现在写一封信 你留着一定要保留着 那是我过去中无意欠他的杀业 我躲不掉我要还他的 但是这个人是无意中杀我 所以他一定会被官府抓 抓了以后你要去告诉官府 不可以判他的刑要放他 我这封信就是我的证据 然后否则我不小心被他打死 结果呢官府又抓他 那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来生还要还他的命 那徒弟当然相信安氏高大师 他想师父都修得这么好 还逃不过自己的业 他就把这个信藏好 三天以后有一天中午 师父吃完饭 他就去菜市场办事 结果呢他走着走着走着 突然菜市场很多人嘛 古来中国大的城市 都是很多很多的人 突然呢有一个人呢骑了马冲到菜市场 哇金黄师错大家跑跑跑 很多的摊贩也被搞 结果有一个人抬着扁当扁当 听到马来了糟糕一直跑 啪啪啪啪啪啪 结果前面的扁 后面的扁当就掉了 在撞的那一刹那扁当 各位知道扁当吗 就是有一个主板 然后挂两个菜篮 扁当呢突然往后面一打 啪啪啪 哎呀就打到安氏高大师的额头 他当场就死了 然后讲糟糕了糟糕了 师父被杀 那个人也吓了一跳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根本不知道师父在我后面 他就被官府抓了 那官府抓了以后呢 这个徒弟就来了做证 说师父说是过去欠他的二元 他并没有要杀他的心 他说徒弟他在旁边看到 他说刚刚中午就是有一个人 骑马冲进菜市场 菜市场就一片混乱 金黄失措 他的扁蛋掉下来 扁蛋往后打 就打到师父的额头了 因为他师父刚好走在他后面 这就是过去的恶业 所以各位 真正学佛法的人 要相信因缘果报 可是佛教徒啊 讲别人的因缘果报都相信 自己的因缘缘果报 师父我怎么又得癌症呢 念仆先行愿品好像没笑耶 真正能量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都有一百个为什么 一万个为什么 听好 我为了要解决你的痛苦 可以每天念七遍 十四遍或二十一遍的大悲神咒 连续念三个月 求观世音菩萨 弟子心朦胧有疑忽 让我看到我的过去是 过去现在未来 你心中就会打开你的心有千千结 不要去看三世因果 也不要去看价基福兰 因为有些是骗人的 对不对 你相信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曾经说 若有众生念大悲神咒 在这一生中一切的所求 我都会满你的愿望 所以这是我生命当中很好的经验 若你在修行路上无法抉择 甚至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碰到的这个师父 不知道是真的跟假的 表面上他很好 可是私底下他嘟嘟嘟嘟嘟很奇怪耶 那你就拜观世音菩萨 让观世音菩萨告诉你 假如他是一个如理如法的师父 你就跟他学佛法 因为他骗不了观世音菩萨的 假如他是一个破戒 或是邪知邪见的话 那观音菩萨会让你看到你 跟他过去的恶缘 那你就忏悔 你就远离吧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 对痛苦与折磨的忍耐 应该观察痛苦的自信 而用欢喜心接受 我们这个说佛世界 叫做堪忍世界 昨天说过 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就是忍入真上 精进真上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就五百大怨 那对于我们外在遇到的人事物的痛苦啊 有时候我们要有耐性 中国人常讲 人生不如意啊 十之八九啊 人生不可能什么都如你的意 为什么很多东西不如你的意呢 因为这些不如意啊 是你过去的业跟烦恼没有灿处 若你要想所求如你的愿 要有很多的条件 第一个 业力要灿处 第二个 福报要具足 第三 各种人事的条件都要具足 没有具足的话 它是不可能圆满你的心愿的 比方说 几大会例子 我们要办一个法会 其实要动员很多很多的人 各位都很辛苦 你知道吗 很多义工菩萨 他一下班 在你还在吃饭的时候 他自己没有吃饭 他就先来 护持会场啊 对不对 他是最早来 等你回家了以后 他要整理场地 还要爬椅子 他是最晚走的 他们没有钱啊 为什么要做 因为他心中有欢喜心 所以欢喜心很重要 假如人没有欢喜心的话 你做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而且你做当中 你还会念 那你边做边念 那你的福报也就爆掉了 假如我们现在大会 对不对 突然停电了 很抱歉 那也很难讲经了 我只能带你缠坐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不懂电脑 现在要懂变图片 还要懂变音乐 对不对 现在没有图片 没有音乐 没有幻灯片 没有讲音 没有人要来听经的 因为现在的人要求很高 假如现在突然停电了 那就没办法讲经了 对不对 那我只好拿木鱼 带你念什么 般若心经 跟念观音菩萨 然后打坐 所以你少掉一个条件 你都没办法心想事成 另外一个 我要多提醒各位老菩萨 因为我都希望各位老菩萨 健康长寿 万岁万岁万万岁 可是老菩萨都很喜欢乱吃药 听到人家 哦 这个很好 要补哦 听到那个又要补哦 不要乱乱吃药 为什么 因为药跟药之间会冲突的 现代人都是太喜欢吃补 补到最后你的肾脏功能都不好 假如你的肾脏很不幸喜肾的话 你来求师父 那连我也救不了你的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假的 但是我们要对他慈悲 身体像一艘船 假如我没有这个身体 我怎么搭新加坡航空公司来台湾呢 我不能梦中为你们说法吧 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何况我没有这个条件 是不是 所以你心想事成要有很多条件 所以你要有耐性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要有耐性 要有忍辱 注意 耐性跟忍辱是要求自己 你不要说 好 老公跟老婆来听闻佛法 行鸿师说有耐性哦 我明天就故意骂你 师父说你要修忍辱 不 叫你自己修忍辱 不是叫别人修 新加坡的佛法有都很可爱啊 常常听佛法听一半的 修行是要求自己 不是要求别人 第三个 潜心思维佛法的功德 而精进的修学 忍辱波罗蜜 就像昨天比喻的 释迦摩尼佛 对不对 这个雪山苦行 看六年 再看释迦摩尼佛 在法华会上他讲 常不清菩萨 这些都是佛一个最好的示范 你念金刚经 释迦摩尼佛做过五百世忍辱 天人啊 请问我们忍了多少呢 注意听 注意听 请写下来 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 写下来 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 能够修忍辱的人 心就会比较定 慢慢的你的禅定功夫就会增加 假如人家讲你一句话 你就不高兴要跟人家顶嘴 表示你的心啊 沉不住气 你的诊入功夫也很差 新加坡人很有福报 身在这边又是榴莲的季节 对不对 然后呢都喜欢吃spicy food 所以我观察 新加坡的莲友呢 有时候脾气很容易暴躁 心很急 动不动就容易发脾气 这个要改 因为你想 发脾气的话 来生你会变大蟒蛇啊 来生你投胎 会变阿修罗啊 阿修罗很抱歉 男生长得是很丑的 对不对 新加坡人呢 有时候我在channel town 看到人家 两句话讲 老娘跟你拼了 还得了 死仇不报 非君子 为什么要这么激动呢 对不对 天底下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情啊 称心真的像一把刀 会伤害自己 也会伤害别人 好 称心有一个习气 请写下来 各位老菩萨 不要脆脆念 你的老公会被你念走的 你的老婆也会被你念走的 最最念其实就是称心的习性 习性有粗的 有中的 有细的 假如你关心你的对方 你可以讲他一次就好了 而且不要在人家很急的时候讲 不要在人家不高兴的时候讲 甚至你关心他 你写一张纸条 老公天气热了 多喝一点水 OK 工作的时候修一下 忍入波罗蜜 你就放在他的臂抱里 他看到了 他也会微笑的嘛 对不对 所以 学习佛法是要有智慧的 他不是说等到往生以后 你才会得到这个功德 其实你调伏你的心 你现身就可以得到功德 好 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注意听 我做个总结 此心不要激动 不愤怒 不伤害任何的人 不可以用生语义去打人 骂人 尤其也不可以诅咒别人 华人有时候呢 兄弟吵架 或亲戚分财产 会骂他 诅咒别人 你家的子孙啊 全部死光光 或这样 不好 这个是极度的恶口 这个诅咒别人也是称心 你是口诅咒别人 也不可以动身体伤害别人 所以各位男众居士 如果看到左邻右舍 有人家暴的话 Please call Singapore police 真的 这是救他们 最后再看一个 不伤害众生里面 也叫上 不执着 好 现在很多老菩萨 看师父表演 我请他拿一盆水 什么叫不执着 我觉得华人很喜欢 般若波罗蜜 但是我观察到 有人理解的叫 相似般若波罗蜜 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 什么叫相似般若波罗蜜 就是呢 每次都讲随缘啦 不要执着 师父问他 你要发心去朝圣吗 看因缘咯 好像很庄严 其实心里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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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没有钱 这个不叫看因缘 那你就直接说 我没办法 做功德 要自己生欢喜心 有钱出钱 没钱出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没有钱 没有利 没有利 你也可以生随喜心 心的力量 也可以跟人家接善缘 对不对 当然 你若有心 又出更多钱 那福报会很大 所以不要执着 常常理解为 不要执着 就是no的意思 不是 不要执着是告诉你 你的心 经过一切的万事万物 但是不留任何痕迹 来我表演给你看 什么叫不执着 注意看 注意看 师傅现在手拿着水表演 拿一个手 看 我手掌捧到了水 对不对 水真的在我手掌 我手掌分开 留下去 这个叫做不执着 再看一遍 我的手掌捧着水 水的确在我手掌里面 可是 我手指一打开 水就流下去 这才叫不执着 什么意思 你的心会经过 一切人事物的磨练 但心中不留任何的痕迹 跟记忆 这个叫做不执着 不执着 不执着不是说 排斥所有的万事万物 有些灵友学到最后呢 本来要行菩萨道的 来佛堂共修 到最后呢 就说哎呀不用执着啦 佛堂跟在家 无二亦无别 有来听经跟没有来听经 听经跟听DVD 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 不执着是指你的心 会经过一切人事物的磨练考验 但是心中不要留下任何的执着 与记忆 就像释迦摩尼佛在《金刚经》说 我发愿近虚空变法界 无量节度胎卵施化一切的众生 成就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入无余涅槃 这是发菩提心 佛还讲了一句话 我十无一众生得度者 这个才叫不执着 你们理解的不执着常常呢 是no就叫不执着 不喜欢 哎呀不要执着 师父问你怎么样 你三千遍念完了没有 三千遍 师父数字是空性的 不要执着 错 你执着是个不要执着 你是非常执着 听懂吗 听懂吗 其实你执着一个非常不执着 你别人更固执 举一个例子 举例子 师父没暗示 在佛堂里面捐钱都要写名字 对不对 因为新加坡政府要有会计查账 在我们台湾也是啊 有些联友就说 一学法 不执着 我就写三宝弟子 每个都写三宝弟子 怎么记账啊 名字既然是空性的 你为什么不报你的名字呢 还有 各位问问题的时候呢 三宝弟子顶你 你为什么不敢写你的名字呢 问佛法 连名字都不写 是很不礼貌的 你执着我一个不要写名字 写三宝弟子 那是另一类执着 我 了解吗 所以学佛很难哦 难就难在这里 看这边 我有两个麦克风 不可以偏有 不可以偏空 中间要中到第一意 这才叫不执着 释迦摩尼佛什么叫不执着 他每天都发愿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法华经讲 三千大千世界 每一块的土地 都是释迦摩尼佛流血流汗 救度众生而得来的 各位 我们现在采的每一块土地啊 释迦摩尼佛 身身世世都在这边救度众生过 可是心中啊 释迦摩尼佛不会炫耀 我成佛了 我度了很多众生 他没有这个念头 可是一贯道就会有 一贯道呢 什么叫度众生 很简单 就两个 一清口啦 来加菜啊 第二个拉信徒 拉一个算一个 拉两个算一双 年底结账 拉的越多 先班越高 那才叫真正执着 执着有众生可度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师父喜欢常常跟人家结缘 你来单独会课 我也结缘 最后一两天 我也会有礼物送给各位 我送完我就忘掉了 所以请你写下来 什么叫不执着 事情来了 尽心尽力做 事情结束了 心里就放下 这叫做不执着 我再讲一遍 请写下来 事情来了 尽心尽力做 做完了 心里就放下 这个才叫做 不执着的六度波罗蜜 事项上你还是要尽心尽力做 你不中佛怎么样 百节修相好 千福修庄严呢 佛的所有的功德 都是多生多结众因的 可是佛做完了 他就放下 问题我们做完 放不下 对不对 放不下名利 放不下呢 什么 放不下你的功德 放不下你很多七上八下的东西 所以忍辱波罗蜜 讲的生长 心不激动 人家骂我的时候 我不要动心 来看 现在讲师父这个木头 是一个A 他骂我 骂我一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骂我的确他造了恶业 我的心不要再顶他一句 我就依这个逆境 而修忍辱的功德 我还要感谢他 所以有人曾经跟我辩论说 师父佛经说 惠土修行 胜过净土 的确佛这么说过 在我们南瞻部周五浊二世 修一天的功德 胜过于在净土修行一节 释迦牟尼佛真的这样讲过 那我们要想一想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 你的逆缘很多 就算各位要持八观灾界 你要想 就算你持八观灾界 从早到晚24小时要正念分明 也很不容易啊 像我六天住在这里 我哪里都没有去 我早上吃完饭在这边进行 到中午休息 我吃完饭的时候也会昏沉 你要保持24小年 正念分明是很不容易的 是不是呢 所以 所谓的忍辱波罗宾是 人家不学佛法 不管他有学佛法 没学佛法 他骂我 好 阿弥陀佛 抱歉抱歉抱歉 我好好下一次改一改 他骂你 你不要想 你骂我 我更要骂你 以牙还牙 那就一起去地狱吧 对啊 你有没有看过两只狗 黑狗 狗咬狗一嘴麻 就一起咬啊 两败俱伤啊 人家骂我 没关系 我修忍辱波罗宾 抱歉抱歉 我下次改 你的心就很宁静 那对他而言 他造了恶业 可是对你而言 你修满了忍辱的功德 所以娑婆世界 五卓二世 你会修持的话 你的功德很大 好 接下来又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从前在禅宗里有两个寺庙 A寺庙跟B寺庙 A的寺庙非常的兴盛 香火鼎盛 人缘合合 B寺庙呢 每天都吵架 谁都不服谁 那B寺庙的住持就觉得很奇怪 同样都是风水很好啊 我们都在同样一条地带上 为什么我们的寺庙 就一直吵架一直吵架一直吵架 都不合 我们也一样早晚做早晚课啊 我们也敲中古啊 厨衣食物我也上贡啊 那为什么呢 另外一个寺庙 香火鼎盛啊 人缘很好 然后呢大家都很开心啊 这B的寺庙住持就想 我一定要去看看A的寺庙 他们呢有没有什么秘密啊 我们不知道 A的寺庙呢 住持呢 教育大家非常的好 大家很合合 在家出家都很团结 合合 有一天呢 他就呢在初一十五的时候 上完工 他就偷偷的跟在后面 因为初一十五很多人去庙里拜拜嘛 他就看 一进大殿呢 看到了很多的人都很欢喜 然后大殿呢 就有一幕让他印象很深 就是因为居士慢慢都走了 突然有一个师兄 就在拖地 拖地 用水拖大殿嘛 因为大家踩得很肮脏 就突然有一个师兄进来呢 不小心滑倒了 哎呀 结果你知道 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不但两个没有吵架 两个人都说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的错 第一个师兄说 对不起我没有看到你 我拖地的时候不小心水弄太多 这是我的错 第二个师兄说 不不不不 这不是你的错 你做得很好 那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选在你在拖地的时候 进来大殿礼佛 其实我可以等一下 两个人就这样 合掌对不起 这时候看到一幕的时候 那B的寺庙住持呢 才觉悟 原来啊 这个寺庙为什么合合呢 因为大家都认为是自己的错 讲这个告诉各位 我们现在凡夫啊 都是啥 都是别人的错 师父我没错 都是他啦 都是他 不早一点来啊 你看这个电线才没念好 那个都是他啦 跟他昨天讲过了 都是他 你看我们这是称心的习性 当然师父指的不是指干部教人 而是说人与人相处之前呢 你看哦 这个手指指出去呢 都是他 不是我呀 福弟子 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 是自己的错 佛法就会合合 寺庙就会兴盛 这是秘密 今天跟各位讲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像 看幻灯片 法华心 常不清菩萨 认为都是自己 不敢轻视别人 假如每一个人都会